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赛罗已经通过了最终的训练 一飞冲天并且突破了装甲的限制 而且在登场的时候还是金色形态 在大家的注视下完成了帅气的初登场 至于后面一人单挑无数怪兽的双举 那就不用多说了吧 这个战斗力简直是爆炸的存在 二 阿古如复活登场 第二个要说的是B王阿古如 当时B王的计时器被怪兽给捏碎了 本来是应该从盖亚奥特曼中潇洒退场的 但是由于阿古如人气实在是太高了 远古不得不安排他复活 这次复活的场面那简直是教科书级的装逼 腾宫波也对着大海那海 终于跟阿古如的心形成了回应 当巨浪吞噬了腾宫之后 我们的B王终于回来了 而且用肉身将广毛的大海一分为二 这里的情节是取自摩西分海 大家感兴趣可以自行搜索一下这个点 第三个要说的是神秘骚之一的诺亚奥特曼 在大电影中诺亚为了帮助赛罗 不远万里从其他的宇宙赶来那是相当远啊 将帕拉吉之盾赠予给了赛罗 我们看看这个身体大小的对比 简直是太震撼了 反正当时我看的时候把我吓了一跳 奥特曼本来就已经有四十多米高了 这个诺亚的身体到底有多大呀 4.希卡利 最后一个要求的是兰足奥特曼希卡利 在超级胜利格斗中希卡利也来打酱油了 只不过这个酱油打得有点帅气 当时维克特利被大翼超兽干倒在地 就在千军一发之时 他来了他来了 他带着光剑走来了 然后一刀就把超兽给砍死了 话说你们兰足奥特曼都是这么装逼的吗 不给我红足和银足面子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